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歌坎电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跟大家分享的诺兰的成名之作 《记忆碎片》 被誉为两千年的全球最受欢迎的影片 同时也被诸多人认为是最难看懂的影片 而在我的眼睛里 《记忆碎片》 诺兰用她高超的电影的手法 在展现的人现实生活中 我们真实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 《记忆碎片》里面描绘的是一个短期诗意的人 在我们的眼睛里是精神病 可是在诺兰的笔触之下 却用着一个被人们认为脑袋有病的 这么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的片段 揭示出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不能够看到事情真相的最大的弊端 我们只愿记住我们喜欢的 我们观念认可的 我们生活经历认同的 我们情感寝注的 我们理论和受教育当中 能够被我们自己接受的 我们只愿意接受这样的记忆碎片 组成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 个人的看法 而这个看法 却与事情的本来大相径庭 那我一共拍了三期 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 分享了我个人的看法 在YouTube 在涛哥看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是圣诞节 还没过去 外面的温度 零上十八度 那圣诞之夜那天好像更高 在西方的信仰当中 说如果圣诞不是白的 当然因为它主要指的是 北半球了 说没过上白圣诞 不太吉利 西方人也讲这个 不太吉利 其实我们想想这些日子 对应的一些日子 很特别的今年 九月二十八号 雪月就是月全时 而这月全时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八号 发生在犹太人的祝鹏节 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八月十五 基督耶稣是犹太人 文管是旧约新约圣经启示录 里面讲的是犹太人的故事 巴黎出现大袭击 在十一月十三号这天 应在了星期五 今年的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五号这天 又应在了中国的 在阴历当中 正好是十五这天 月亮贼园 可能最近讲的节目 可能有些朋友 你讲的越来越有点神乎了 我自己认为说 时间是个神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没有搞 那我现在能够想到就这些 那如果我能够这么想到的话 难道不也是某种力量 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概念吗 那有位朋友能接受 有位朋友不一定能接受 那在圣诞节这天 人们披露出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消息 就是也不算特别了 就是这个梁振英到北京去续职 要交代吗 要跟这个国家主席有个交代 结果这个交代的场面很特别 法广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梁振英面胜 连张德江也要陪坐 这可能隐喻着习近平掌管了港式大权 梁振英觐见中国主席 习近平 那座位安排打破常规 被安排坐在了长桌子主席的位置的右方 那与过去的这种与领导人平排而坐的 完全改变了 引起了香港很多人的猜测 但坐在习主席位置左方的第一人 竟然是身兼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他说这有分析认为这种安排可能暗示 今后掌控这个港澳事务的第一把手 将是习近平本人 换言之香港特区的位置与张德江的职权同时被贬低 曾经核实去年的这个时候 是战中刚刚被清场结束 对吧 而2014年的整个全年最大的故事 就是张德江 刘云山和梁振英 作为前面的人 而曾庆红 江泽民 整体江家势力作为后面的后盾 与习近平在香港进行死磕 战中事情结束了 梁振英这事就这么放着 他也不说话 到了今天出现这个场面 到了一年之后出现这个场面 我们在当时 2014年四中全会讲完之后 我们跟说了 以法治国一线治国是个纲领 三中全会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机构 用机构用纲领合在一起是国家 国家的系统 要彻底粉碎 彻底干掉 代替掉党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和中共中央 要想保命 权力转移到国家体系当中 架空党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 中共中央 架空党的体系 树立国家的体系 这才叫国家 如果不是的话 那叫党国 反腐亡党 走到今天 这个官方位置的做法 特别是张德江的做法 张德江是政治局常委 人大委员 人大委员长 对吧 但他应该在西方的政体当中 他不应该是一个权力的拥有者 一个政府部门的拥有者 政府部门的拥有者在西方的社会只有总统 副总统 总理 所以张德江在正常的国家体系中 他只能坐边上 他这么干了 他这么干了 真正的含义是在这 不是什么谁独裁不独裁 我的眼睛里都是扯淡 张德江坐边上 废了政治局常委 他在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要求这个梁振宁续职 把张德江给放在那 废除了政治局常委的功能 这是他在2016年之前明确的表达 这个表达的概念 跟习近平建马英九的概念是一样的 真正的含义 是废掉了政治局常委的功能 在国家管理层的功能 作为张德江港澳协调小组组长 他自然要听国家主席的 我相信朋友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圣诞节 应该是下雪的日子 但是湿漉漉的温度很高 江文在一步之遥的时候 跟老佛爷说完话一出门 漫天的大雪 弄了两坛酒 误了事 啥意思 变天了 天正在变 变天了 是 变天总是有个过程 就像姜文一看变天喝两坛的酒 哥哥你悠着点 喝一坛的不就没事吗 喝两坛的 喝完两坛的酒呢 一睁眼呢 辫子没了 对不对 怎么了 被人搅了 对吧 姜文说 那旁边糊涂还说呢 你也要搅 他替你搅了 不就得了 趁着你喝酒喝多了 你搅了不就完了 他说能一样吗 别人搅跟自个儿搅能一样吗 别人搅了 就是革命了 革了原来的命了 对吧 但是呢 从喝酒 到醉酒 到搅辫子 它是个过程 所以这儿有个过程 广东云落反垃圾示威升级 上万人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那你建垃圾厂 在一个镇里面 去烧垃圾 那你这个镇就怎么待啊 这是公安的车被这上万人的年轻人给砸了 我觉得这个道理就不用太讲了 这就是一个过程 那这是一个 就类似姜文喝两坛的酒 睡着了 然后有人过去捡他辫子了 他也不知道是辫子谁捡的 反正把他辫子捡了 还没醒呢 就这个过程就出事了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很简单了 完全都是个过程 那今天上面出现了某些本质性的变化呢 他只是怕这种事情 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但是只有有党存在一天 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会爆发 一定每天都有 对吧 就像有一期节目我曾经说过的话 治理雾霾 在我的眼睛里挺简单的 你把共产党废了 你将发现雾霾很快就没了 不信你就试一把 深圳事故呢影响很大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 深圳事故为中国式的繁荣 投下了一道阴影 我觉得你什么都可以这么说 那今天的北京的深度黑色雾霾 南京的让人产生遐想与遐想的粉色雾霾 都是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 一道两道 N道 无数道阴影 文章讲说 在中国深圳 仅是看了一张建筑草图 听了一些宣传 这个人叫陈永正 上个月花了五十万美金 就买了一套小房子 楼底下是购物中心 他说 本来想在他们开售的第一批房里 再买套大的 但我动作慢了 很多购房者都有这种急迫的心情 尽管中国经济整体放缓 大部分地方的房价下跌 但深圳的房价依然在上涨 因为它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的样板房 那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涌到这里 然后就提到深圳的坍塌事故 对吧 然后他就讲了 所以他这种对比的方式 有人刚买房 有人的房子就被干了 所以买房盖房出现了渣土 拉到了这个堆 这个山堆这地方 而这个堆子又把其他的房一栋给干了 所以他说的是这么个阴影 在探讨 我觉得没什么探讨 我就跟大家说那话 好端端的十几亿人 被高级动物不是人 或者把自己祖宗当成猴子去统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